我覺得第一件事就是港股過去15年幾乎有波幅,沒有升幅 我想這件事是很多年前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過去十年裏面其實還有很多個別有增長的行業 讓我們找到好的投資機會 所以我想我們要認清第一個事實就是 其實未來可能港股究竟有沒有能力是再創新高的機會 可能是比過去15年可能機會更小的 希望大家經常留意我Facebook 我Facebook經常會透露一些猛人最新的動態 或者它對市場的看法 恭喜發財 Vincent 恭喜發財 身體健康 萬事勝義 開工大家 開工大家 雖然是差不多過完年了 不過我們是15日才過完年 所以都要恭祝大家 OK 很久都沒有見到Vincent 那你一上來就 其實港股我們等了很久的調整 是不是足之來到呢 今天是星期一的錄影 跌了六百多點的 其實我們等這個調整都等了很久 有些人還未入市 所以我的問題是 咦這個調整開始了 我們應該是順便一起沽貨 因為是等低位買貨呢 其實都是預期之內 因為畢竟大市由去年12月底 一路升升了超過8000點 期間都沒有明顯的回調 雖然12月其實就叫做透一透 因為其實升幅不是很大 而且主要是指數升 而二三線其實很多港股都是下跌的 但是一月其實升到農曆年後呢 其實都動力開始減弱了 尤其今天呢 因為我想有部份 之前的投資者又等了A股重開之後呢 A股現在都預算了一定會彈的 變成就趁著最後這裏好的好消息 有部份人可能急不及待就想沽貨套現 如果真的投資者本身之前是完全沒有倉的 我想都要等一等 畢竟都是升了8000點之後才調了 今天跌了620點 其實那個跌幅都不是真的太過顯著的 其實我想可能都要慢慢等 或者如果你真的想買的 可能都逐少看位來買 所以你覺得現在是牛市裏面 所以你剛才都是看位來買 而不是看位來沽嗎 是不是牛市就不敢說 但其實我想去年11月之後 有幾樣東西是重要的政策上面的轉向 其實我想大家都要明白的 其實去年原先 我們的預期就覺得其實政府 無論如何那個樓市那裏都要救的 但是其實都拖到下半年 就是比較尾的時候 看到才有明顯的這個大規模放水的跡象 其次我想更加重要的就是防疫政策 在11月中之後是有一個重大的逆轉 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我想過去那一年 我想投資者比較關心的就是 如果那個清零的政策一直不改的話 其實對經濟的殺傷力是很大的 因為其實大家見不到那個政策轉向 其實都不敢入市 因為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現在幾乎所有令到投資者 擔憂的政策 負面的政策 在過去那兩三個月 忽然之間是全部取消了 所以其實從一個很技術的層面來看 我們覺得其實就大肆是應該挺好的 OK 那現在是否可以彈到多少 我就覺得很難說 畢竟其實過去兩三年一些重大的 就是對個別行業的政策打擊 其實就未必是取消完之後 那個行業相關的市場領導者 就可以重拾那個盈利的增長 明白 如果那裡我想去到可能兩萬三至兩萬五 可能要小心一點 OK 遲些我下一節先說一下究竟是 Wincent有什麼策略 不過我知道是前一節 我們今集是分兩個部分 一部分他就會是比較實際的說一下 他覺得未來我們的散戶普通投資者 應該用什麼策略來看這個市況 第二部分就是他剛才說的 我怎麼看未來的市況 我知道他今天上半集的準備 就是有些由電影 看了電影一些反思來講起 我覺得比較軟一點 因為畢竟都剛剛一年才開始的 大家又沒有必要這麼快的戰鬥格 尤其如果大家本身現在的倉位都不是太多 我知道現在大部分人可能還是情緒 都未必可以在過去三四年的天災人禍 和各種社會的糾紛裡面釋放出來的 我覺得剛才說我們分享幾套電影 一些看完之後的感受 可能對大家有些幫助 尤其過一年如果純粹從投資的角度就是 很多人在財務上都蒙受到重大的損失 如果你是只是投資港股 可能你買一些價值型的股票 可能表現會好一點點 但是如果你是拿得比較多 尤其是有prior banking account 那你本身有買內房債的 或者你是比較進取的年輕人 買一些增長型的股票 在過去一年無論是港股也好 或者境外美國NASDAQ的股票也好 其實都沒有受到重大的損失 香港的經濟就更加不用說了 就是過去三年疫情 三年之前2019年有很多 就是社會這些重大的社會衝突 其實香港經濟的創傷 是需要時間療癒的 剛巧我看這三套戲 都是失去和如何重獲自親的親情 簡單來說就是Lost and Fine 其中一套就是港產的 由張亞加主演的燈火蘭珊 其實就是一位做女主角 失去了自己的丈夫 失去了喪偶 而她的丈夫是從事這個 香港霓虹燈的燈光師的一個工作 大家都知道這個行業已經是色味的行業 其實就是講的是 女主角在過程裡面 怎樣在喪偶的悲痛裡面 重新走出來的 其實香港現在的情況都累緊 就是經歷了三年的疫情 現在叫做大病初遇 而國內都已經逐步解除了對防疫的限制 我覺得其實大家都差不多是時候走出悲傷的 這套戲我覺得如果大家還未走出 其實可以幫助大家釋放自己的情緒 第二套戲我覺得可能是 那個風格會更加正面一點 The First Stand 男主角其實就是工成良田 作者更加想帶出的就是 工成良田跟很多平常人都一樣 身高1.7多米而已 那就是跟我的身高差不多 那就是他想說就是 任何一個人其實都可以成為 一些重要賽事或者你人生裡面的主角 就算我們是一個平凡人都好 只要我們肯付出 也都可以付出自己精彩的故事 OK 那跟股市有什麼關係 那個關係其實就是 其實我覺得其實就是 第一套是很現實 也看到其實很多人都看到 這幾年香港的社會的現實 這樣令到大家可能情緒上面 都會覺得是比較depressed的 那要大家做投資都知道 都要是向前看 也都要是對未來要有個盼望才行 那至於第三套 我講的就是這個ViuTV最新的一套電視劇 叫做大城實家 那其實剛好就最近 因為有個沽翁的機構 就是在追擊印度首富屬下的一個機構 叫阿丹尼的集團 那其實就說 究竟它的集團是否有 有沒有accounting fraud呢 那還是其實就 最終呢其實 我們會覺得其實 講的是這個 做人要誠實地面對客觀的現實 而其實香港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現在無論各行各業 現在都還在面對著種種不同的困境 但是在這個困境之下 我們怎樣誠實地面對自己 過去一年 例如自己投資成績不好 包括我們自己在內 我會覺得 我如果給自己一個評價 都覺得是不合格的 但是投資 我覺得如果你輸了錢 如果連經驗都賺不回來 其實就會變了什麼都沒有 其實我覺得過去一年的經驗 令到我們會覺得 其實怎樣去 在這個經驗裏面 是獲得更加多的經驗 令到我們未來 在投資的時候 是做得更加成功 嗯 那怎樣 什麼經驗你學到呢 在這次 我覺得其實 第一件事 就是 港股其實 過去那15年 是幾乎有波幅 是沒有升幅的 其實這件事 我想是很多年前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過去那10年裏面 其實還有很多個別有增長的行業 讓我們找到好的投資的機會 例如科網的股票 或者過去那5、6年 一些剛剛新上市的 BioNTech的公司 一些醫療科技相關的公司 其實個別的行業 都還有一些投資的機會 但是隨著過去那兩三年 我們見到 國內的政策上面的轉向 基本上的大方向是國進民退的 所以其實我想我們要認清 第一個事實就是 其實未來可能港股 究竟有沒有能力是再創新高 可能那個機會 可能是比過去那15年可能機會更小的 雖然我覺得 其實未來一兩年可能 始終因為去年15月底實在太低 有些bottom fishing的機會 但是如果從大環境和大的指數來看 可能大家抱著一個客觀的事實 就是去面對殘酷的現實 就是那個指數可能未必有能力 在短期之內可以很快創新高 短期我就知道了 短期是一年、五年 很快三、五年都未必那麼容易 至於五年後 三年都未必有新高 五年後究竟是怎樣 其實可能對大家可能意然未必太大 我知道有部份人可能看得很樂觀 覺得今年可能甚至會見到 三萬 接近三萬點這樣 但是其實就始終 因為那個政策的轉向 未必是一個根本性的治國理念的轉向 我覺得其實經過這一陣 尤其是科網股 現在已經轉向之前的股值波幅的中間範圍 我不是說股價 因為其實盈利的增長動力已經放慢了 現在它的增長動力已經比之前 你減了一半甚至以上 甚至有部份可能今年 去年的業績是會倒退 今年都未必可以重新錄得明顯的增長 所以我們不應該用之前的股值水平去看現在它的股價 所以其實就類似這些互聯網領導的這些大型的科網公司 要帶動指數破頂相對是比較困難的 明白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就說港股就是有波幅沒有升幅 我們的策略應該嚴重 因為我知道你是價值投資者 你的價值投資者在未來會不會有什麼變化呢 我覺得投資其中一個重要的心法 取易不取難 其實就剛才說高增長型的投資機會 過去十年已經少了 未來因為其實剛剛可能大家有留意新聞都知道 剛剛中國政府公佈了2022年那個人口的數據 是60年第一次錄得人口負增長的 而這個比工作人口負增長的情況更加差的 就是總體的人口 就是總體的消費力其實都一直是處 將會是開始處於一個下降的軌跡 而且接下來的下降速度會一直加快 所以總體的經濟的增長動力 是接下來只會越來越弱 所以其實就算沒有美國的加息期 其實接下來的增長型的股票投資的機會 都是少了的 過去十年的投資機會都少了 你如果還是嘗試在一些增長型的投資行業裡面 去找機會的話 其實那個成功的機會率比之前可能少了 例如你一百間裡面 你假設你的投資目標 是一年的回報是兩成的 如果你減到一間 未來十年每年都有兩成增長的股票 那你買完之後坐定定在那裡 等那間公司的盈利一路增長的話 股價一路升 這個當然是最舒服的一個投資方法 但是問題就是如果一百間裡面 你都選不到一間 就算你有能力篩造了頭的八十間 最後那二十間裡面 你可能都是二十間裡面 才有一間有這個成績的話 其實那個平均回報是很差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取而不取難的意思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如果有些股票 本身的股值已經足夠便宜 例如那些大型的國企 正在賣三五倍或者七倍PE 而自由現金流很強的 它只是派息都可能派到十八至十二厘 那其實我覺得股價 無論它升或者不升都不重要 因為你只是在股息回報那裡 已經拿到接近十個百分之的回報 那其實我覺得相對簡單些 其次就是如果你把投資的時間 由十年五年可能縮短到三個月或者半年的 那如果你找到一些三個月或者半年 是有一成以上的回報的 一年你走到兩轉其實都已經 共同了都已經不止兩成的回報 因為1.1乘1.1是1.21 即是21%的回報來的 所以其實如果你一年可以找到兩個投資的機會 令到你是拿到百分之十的回報 其實就不同於你買一間 一年有20%回報的公司 持續十年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那當然要重複每年都做到的 其實是困難的 如果其實一年好的情況 可能你看看你有沒有機會 找到三至四次的機會 那其實好像一月的情況之下 其實可能有部份投資者 可能一個月之內 可能找到三四次相關的機會都未定 那所以我想只好看一看自己投資的技巧 那但我覺得其實如果現實是發覺 Buy and Hold是要成功已經很困難了 我覺得寧願自己轉變那個投資的風格 rather than等那個市場風格去遷就自己 OK 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提到中國人口的老化 但是人口的老化是否一定表示 那個國家一定是下降 譬如我們想起北歐 北歐是一個很成熟的國家 他們老化得很嚴重 但他的經濟是否一直直線的向下 又未必的 那是不是老化都會有一些 反而是有利益 譬如你之前很專業的醫藥學院 反而是一個長期增長的情況 我看幾件事情 其實要看看本身 你的經濟是外向型還是內向型 那如果你本身是本土的市場 那個需求是佔了主體的 而其實沒有國際地元政治的風險 那當然你就算經濟多小 你人口多老化 你都有增長的機會 因為你的增長機會在境外 例如剛才說芬蘭也好 或者北歐的國家也好 它其實本土經濟規模很小 但是一些出名的企業 IKEA不是上市的 大家都知道它其實增長的動力都不錯 但是它增長其實不在本地的市場 我們要看看中國大型的企業 這件事可能更重要 就是它企業是可以越做越大 其實如果有這個思維的話 其實我覺得在這個市場裡面 找到一些不斷增長的公司 其實是困難的 明白 因為本身我覺得是國策治國的方針 我就不覺得短期之內有更大的轉向 明白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你說是一年可能賺幾次 或者起碼一兩次一個回調 接著賺10% 通常你覺得是建議我們買個股 剛才你說的是一些國企大的國企 還是在現在階段我們選擇個 譬如20000、S&P或者NASA 或者調整這麼多的ETF 賺10%走的 其實就是 我想每個投資者要看看自己的技巧 因為其實就是 始終一個半個小時的interview 其實很難講得清楚具體 你如何應用你的策略 我想每個人 重要的是認清國客觀事實 就是接下來的投資機會 是未來五年可能比過去五年更加少了 問題是在這個環境之下你如何可以爭取 即是極大化自己的投資回報 明白 其實剛才說 不是說所有股票都不能持續 不可以長期持續 例如剛才說一些大型的國企 尤其是個別已經被美國政府 即是sension了 如果它現在過去兩三年 已經股價已經坐下底部 現在已經提供一年十來的回報 就算你購買和持續 可能你都 股價不升 就算股價不升 你都保證有一成的回報 而事實上 中國其實接下來的利率的走向 其實沒有美國那邊 是這麼對投資者是不利的 甚至可能今年還有減息的機會 因為剛才說的人口開始紅利消失了 經濟活力也都不是這麼強的情況之下 其實利率其實可以維持偏低 如果你買到一些高息的股票 可能大家要求回報下降的話 其實你可能除了賺完息之外 可能賺到股價的升幅 所以其實我覺得是那邊 剛才說取義不取難 就是大型的國企 如果本身股價已經夠便宜 我覺得其實就不需要 隨意隨便買一些高增長的投資機會 但這些國企是不是去年下半年開始 都打了很多 說爛了很多 但你如果從2017年計算就不是 例如舉個例子 其實我想我們其中一個 comment friend Kappa你都見過了 其實就是 鄭鳳慶 2007年 我其實是 包括我們那個基金 和我們自己 我自己個人 都沽了這個中國移動 其實都有十幾年沒有看這隻股票 那時候是150元 現在它都是50元 你覺得是 是的它又低位可能30多元 現在升了上來 升了六七成 你覺得它究竟是便宜還是貴 關它什麼事? 說來它 因為當年 我記得就是 林侵慈師傅 曾經有一段時間 很推介這一堆國企的 但是其實那時候去到 二十幾三十倍PE 就是當年的大型的國企 就等於兩年前 或者去年的這些大型的科網股 即Kappa都很喜歡 大家都覺得 講開而已 因為那時候談開 就說那隻股票 是不是還值得繼續持有呢 哦 但是其實就 相一時相比一時 十年何東 十年何西 其實事隔都經過了15年了 明白 我知道現在很多人 對大型的國企 都還有很大的戒心的 即覺得這些事情 其實政府 要它派多少息 要它賺多少錢 或者要它賺多少錢 是的 那個政策怎樣調整 調整 其實是由政府的政策決定 但是大家心照 現在其實民企那個 盈利能力 或者它發展的空間 其實都是由政府一言堂話事 那我覺得其實就 其實都幾明顯的 其實就是民企過去呢 一個這麼高的估值的日價 其實是有機會是 跟國企一直是合併的 明白 那就是民企有下行的空間 估值有下行空間 國企的反而反過來 既然國企其實都已經跌到這麼便宜 其實大家既然都是 天下歪一樣黑 其實你為什麼不買呢 是有估值有七八成折讓的 好的 一些投資的機會 好 下一節再繼續講一下 一些投資的方法 和它怎麼看的事情 下一節再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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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